大家好,我是木克车 今天过来审车,现在剩下最后一项了 看来是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不过这个车都喷上这个字了,好难看 我让它喷到下面了 有朋友说让我在异地审车,这样就不用回来了 但是我穿上东西太多了,在异地没法放啊 这是我原先最早沾的那个纱窗 后边这个窗后原先我也开,夏天的时候 再到后来有了空调以后,我就觉得不用开了 所以说就疯死了,这个纱窗因为用的少 所以说到现在都没坏,三年了 然后前面这个就不行了,前面这个换了就是第三次了 这次我换了个铁纱窗,它经常用啊,经常开缝的话 这个上面这一块就容易坏,包括下面也容易坏 换了这个铁的感觉好多了,没什么问题了 每次年审完车,这个车我都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打扫除 非常好,因为咱们出去自驾游啊,比较困扰人的一个 就是体上人讨厌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些蚊虫,虫子 你听车稍微不注意啊,什么虫子老鼠都会往上走 因为我们车上带有很多食品嘛,这些都是他们喜欢的 所以说你这个车啊,不管是床车也好,还是房车也好 一定密封要好,平常出去自驾游的时候啊,车门啊,你不要像有些人似的啊,开着 我看他们很多人出去自驾游以后,那车门就这么开着,他觉得没事 等车上满是这些小虫子的时候,他就觉得有事了 而且一旦有些虫子安了家以后,你很难清除它 因为我在南方生活了十来年,所以说我比较有感触 你看这些纱窗,这些东西啊,这都是必备的,必须要整 不管你采取什么方式吧,有卖那种现成的,根据你的车型啊,然后人家良心定做的那种纱窗,也不错 不管白猫黑猫吧,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然后你像汽车的这些蜜蜂条啊,特别是一些旧的车,该更换的就更换,即时更换 我有段时间呢,就是说,各方面都弄得很好了,还是一点灯啊,晚上一点灯 这蚊子,蟲子啊,就进来了,到处走,啊,下窗,哪个地方有缝,是吧 最后呢,我看这些蜜蜂条啊,有些蜜蜂条不是很好了,我一把蜜蜂条全换了 换完以后,哎,好了,没问题了,所以说我们出门以后啊,就要保证自己的车内的通风啊 这个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还要防住蚊虫,这样的话你的自驾油啊 你在车里待着,你才会舒服,要不然一天到晚为这些烦心事,闹心,没意思 哎呀,我收拾了两个多小时了,累了一身汗,全是汗 看着这东西不多哈,我那些东西啊,早都搬上去了,车里是空的,基本上是空的 就光打草卫生,有人说你的车上太脏了,其实我看了看,大庙上并不是很脏,它就这些鸡尔干喇里边 平常我们打草卫生扫不到,啊,你这个要慢慢的清理啊,然后用麻布,车里的擦掉 这样的话,挺耗时间的,你这个小车,好了不说了,今天把这个站上去,把这个后排的这两个窗户啊,平常是没有用的 你包括倒车呀,往后看,它都不受影响,然后中间的这两排啊,这个不行,这个你要是挡上的话,会影响驾驶安全 就是后面的这两个窗户,我们用这个遮挡一下,它呢,就是可以防止一部分的这个太阳啊,你要想很好的防护啊,必须要厚 但是厚了以后啊,我们往上这个固定啊,就不好固定了,所以说有时候一些事情是两难,就这样吧,它多少管点作用 你要不挡的话,太阳直接晒到车里边,就会非常非常热,特别是夏天,通过我的车通过我的这些防护啊, 基本上在最热的时候,车内温度是在44度左右,44度左右呢,我的车内的这些电池啊,就没问题,它就可以承受 因为这个电池的极限那个温度是55度嘛,所以说有些朋友会对这个三元锂电池,会有些疑惑 其实呢,你这个瓶酸铁里啊,是耐60度高温,三元是55度,差5度,你说影响大吗?有影响,但是不是很明显 防摔也好,床摔也好,你尽量的避免让它有高温,这个对了,不管你想什么办法 我自己这套办法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可行的,三年了,没有任何问题,保证了电池的安全,车内的输出度,OK,干活儿 固定这东西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就带纸,就OK了,然后省车的时候往下一撕,非常的方便 嗯,好了,这后边,我再考虑考虑吧,是封不封,这两边都粘好了,然后把我的铁衣挂篮挂上去 我这次出去就准备,就带这四个了,这四个就可以了,这里给大家说明一下啊,这个东西既叫铁衣挂篮,也叫大学生宿舍储物吊篮 你看这个面波车,它可以直接挂上去啊,很简单,你这个车上如果没这个东西,你就想别的办法了啊,挂上去以后还是非常稳的 然后这里面可以装一些自己的随身衣物啊,它非常好取,非常方便,确实非常实用 这个东西呢,还可以洗啊,我刚洗完了,很干净 这次就带四个就行了,原先前面这边也装了俩 我现在考虑的因为什么呢,出去自驾游一段时间就回来,所以说那个衣服啊,没必要带这么多了 过去想的是长期在这个城上呆着,一年四季在城上呆着 所以说把一年四季的衣服全带上了,这次呢就精简一些,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你看我这个中间这个窗帘,就是这样子 它是双层的,看了没有 双层的,外面就看不见里面了,然后它的这个隔热效果也会好一些,这样子 再早我也是像这个一样啊,每次停车的时候,用这个隔热板挡一下 不过那样太麻烦了,这个效果就不错,和隔热板结合起来就不错 车的窗户呢,我就这样隔热的啊,行车的时候就把它拿下去,这样就可以了 啊,视线很好,有些人做一些固定的啊,上面做了一些那个拉绳啊,然后固定式的 一拉一抽,那样也行,都可以,啊,条条大路图本经嘛,只要那个起到了目的,能达到就可以了 然后车顶上呢,我就是车顶太阳伞,啊,这后边是我的洗衣机,发电机 然后,桌子椅子,这就是那个太阳伞,这个太阳伞放这个位置正好 我这个后备箱也稍微精简了一下,这样显得整齐多了 这个太阳伞啊,收放都比较简单,我原先给大家展示过 如果没有它的话,说实话,自驾游,很多地方都待不了,太热 而且,它对夏天,防暑降温,整个车内的防暑降温,起决定性作用 如果没有它,光指望这些设备,啊,这些隔热板,窗帘,你车内温度下不来 只能下来一点点,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所以说你车内做什么隔热啊,都是辅助的 只有它,因为它呢,它制完了以后,它中间是空的,空气流通,啊,所以说它才能起到非常好的降温作用 当然,如果你要是有那个树荫啊,荫囊地啊,那更好,比它还好 那是全车的降温,比这个好 这是在什么,很多地方没有树荫,没有荫囊地可以提供给你的时候 这是一个有效的保护手段 一个,你是能在车里能呆得住 再一个,你的电池不会过热,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也放心 每次洗完车,搭桃外卫生,除了把以前的需要固定的固定一下 然后呢,还要经过一些小的改装 因为我们出去自驾游,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啊,肯定会有一些经验 需要总结,需要这个改善的地方 我这次呢,这几天也买了不少快递 因为马上要到夏天了,所以说有些东西啊,可能必须要动手术 要不然的话,即使不是最热的,七八月份出去 你五六月份出去,天也很热 你要想办法,今天要改善 后面呢,这几天呢,等我快递到了,我慢慢的给大家介绍 那么好,今天的视频呢,就在这里,再见,朋友们